在浪姐四宫的舞台上 谢金燕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卓越的表现 成为了舞台上的焦点 他所演唱的海边探歌 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 更是一次情感的深度交流 谢金燕的个人表演充满了力量与优雅 他的歌声如同海浪一波接一波 冲击着观众的心灵 他的舞蹈动作精准而富有表现力 每一个转身 每一个跳跃 都透露出他对舞台的热爱和对艺术的尊重 作为团队中的一员 谢金燕展现了出色的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他不仅在排练中给予队友们鼓励和支持 还在舞台上与队友们形成了默契的配合 共同创造出了令人难忘的表演 在浪姐的舞台上 团队合作是成功的关键 谢金燕与队友们之间的合作 为整个表演增添了光彩 七威以其稳健的台风和深厚的舞蹈功底 为团队带来了稳定的力量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总是那么自信和从容 无论是在舞蹈还是歌唱方面 都能够很好地把握节奏和情感 来自韩国的选手郑妮可 以其独特的国际视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 为团队带来了新鲜的元素 他的表演充满活力 展现了韩国流行文化的魅力 同时也展现了他对舞台艺术的深刻理解 郭碧婷以其清新脱俗的气质和甜美的笑容 为团队增添了一抹亮色 他的表演充满了青春活力 无论是舞蹈还是歌唱 都能够很好地传递出积极和向上的正能量 陈丽君以其深情的演绎和感人的歌声 为团队的表演增添了情感的深度 他的每一次演出都能够打动人心 让观众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艺术的魅力 除了上述选手 其他参赛者也在浪姐的舞台上 展现了各自的才华和魅力 每一位选手都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实力 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他们在舞台上尽情展现自我 无论是歌唱还是舞蹈 都充满了个性和创意 在团队合作中 选手们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度 他们之间的配合天衣无缝 无论是动作的协调 还是情感的传递 都做到了极致 这种默契的团队合作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 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每一位选手在舞台上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 他们或热情奔放 或内敛深情 或活泼可爱或成熟稳重 这种多样性的舞台表现 让浪姐的舞台更加丰富多彩 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惊喜 浪姐四公舞台上 谢金燕和其他选手们 以其出色的表现和团队合作 共同创造了一场场精彩的表演 这些表演不仅仅是对艺术的追求 更是对梦想的坚持和对自我的超越 让我们期待浪姐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表演 也期待每一位选手能够在舞台上 继续发光发热 浪姐舞又名成风2024持续热播 全女性舞台竞演真人秀 赢得广泛关注 七威、陈丽君等实力派明星亮相 人气飙升 节目热度与影响力持续上升 竞演规则升级 出舞台EV1对决增加观赏性 人气榜单中 七威等姐姐票数超百万 C位竞争激烈 后续展望节目将有更多突破 选手们将提升个人品牌 扩大知名度 浪姐舞又名成风2024 持续热播 这档全女性舞台竞演类 真人秀的热度居高不下 以其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关注 甚至刷新了他们的关注度 节目中 实力派明星如七威、陈丽君、郭碧婷 蔡文静、张于熙、何杰 以及尚文杰等的出现 无不让人眼前一亮 为节目增色天才 近期 这档热门真人秀的人气榜 进行了刷新 七威、陈丽君等十大人气王 已经浮出水面 那么 这些实力派明星的具体名次 和人气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同揭晓 看看这些深受观众喜爱的明星们的 最新排名和人气值 《乘风2024》节目热度与影响力 国内首档全女性舞台敬眼类真人秀 《乘风2024》自开播以来 就凭借其独特的节目形式和主题设定 迅速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据数据显示 节目的关注度和点击率持续高位运行 不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频频刷屏 更是在各大视频平台的热度榜单中 取得了良好的排名 这充分证明了节目的热度和影响力 参赛姐姐人气榜单变化 七威、陈丽君、郭碧婷、蔡文静、张于希 何杰以及尚文杰等36位参赛姐姐的人气 有着明显的变化 数据显示 这些姐姐们的人气值 在节目播出后有了明显的提升 尤其是七威、陈丽君和郭碧婷等姐姐 更是频繁出现在各大热搜榜单中 热度持续上升 这表明 她们在节目中的出色表现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姐姐们的热搜效应 节目《乘风2024》的播出 不仅让姐姐们的人气有了明显的提升 同时也引发了一股姐姐热 以七威、陈丽君和郭碧婷为首的一批参赛姐姐 凭借在节目中的酷炫表演和亮眼造型 频繁登上热搜榜单 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 这种热搜效应 不仅让她们的人气飙升 也为节目带来了额外的关注度和热度 竞演规则升级 节目组对于选取和组队规则的升级 增加了节目的竞争性和观赏性 在新的规则下 选手不仅需要在音乐风格、歌曲难度、舞蹈编排等方面 有独特的理解和把握 更需要在团队配合和个人能力的平衡中 寻找出最佳的静演策略 这一改变 让静演的过程更加严谨 也更具挑战性 初舞台1v1对决 节目组创新性地引入了初舞台的1v1对决形式 这种形式更加注重个人实力的比拼 使得选手们在静演过程中 需要展现出更强的个人魅力和实力 这样的对决形式 不仅让观众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每位选手的实力 同时也让选手们更有动力去提升自己 部分姐姐的初舞台表现 在初舞台的静演中 有几位姐姐因为出色的表现而脱颖而出 她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用精彩的表演和卓越的唱跳 让观众记住了她们 这些姐姐的成功 无不是通过高水平的技巧 专业的态度 以及对舞台的热爱和执着而赢得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节目的竞争中 选手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 才能在众多的选手中脱颖而出 这就需要选手们具备强烈的求生欲望 持续的自我提升 以及对音乐和表演的热情 在这样的环境下 只有那些真正热爱舞台 愿意付出努力的选手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 人期榜单与C位竞争 在人期榜单中 七威、刘欣、万妮达、袁亚维、蔡文静等 五位姐姐的票数超过了100万 成为了这次C位的重要竞争者 其中 七威的票数最高 以其出色的舞台表现和人气领先于其他姐姐 使得她成为C位的最有力竞争者 刘欣和万妮达的票数也在稳步上升 让C位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 袁亚维和蔡文静虽然票数较少 但也有可能通过后期的表现逆袭 成为C位的黑马 后续展望与节目影响 预测后续节目的发展趋势 可能会有更多的突破和亮点 参赛选手们除了在舞台上的竞争 也将通过这个平台提升个人品牌 扩大知名度 节目的影响力也会对他们的事业产生推动作用 观众对节目的期待度也在逐渐提升 他们期待看到选手们更优秀的表现 也期待看到一场公平 公正 公开的竞争 浪节舞的竞争格局日益激烈 随着一工表演的临近 各位姐姐们的实力和人气将得到更为直接的考验 目前 已经有十位姐姐的投票数突破了百万大关 包括七威 刘欣 万尼达 袁亚维 陈浩宇 陈立军 尚文杰 张于希等 他们的出色表现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支持 人气指数持续攀升 这只是竞赛的初期 真正的战局还未完全展开 谁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保持优势 甚至逆袭 谁能最终笑道 这不仅取决于观众的票选 更取决于姐姐们接下来的表现和努力 浪节舞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成峰2024 其中 超女出身的刘欣 更成功打败最强黑马陈立军和七威 成功拿下个人喜爱度的第一位 照这个趋势来看 相信刘欣将会是强而有力的C位候选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再次组队时 刘欣的前成员和朱丹都向他表达了想要合作的意愿 但最终刘欣并没有选择员队友 王林 范甜甜 赵一欢 苗苗 而是首选郭碧婷 更是引发网友热议 理论上说 手握特权的刘欣应该选择一位实力汉将 为赢下二宫舞台奠定基础 但他却出人意料地 牵起了本届浪姐 实力几乎算得上垫底的郭碧婷 优优独播剧场 散用 散用 散用